國民黨 尤其是韓國瑜 國民黨罪的 朱立倫也是 因為除非你是相公 要不然對付 處理 柯文哲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是怎麼樣 柯文哲當下是國民黨 2020總統大選的主要敵人 民進黨還沒有資格當主要敵人 民進黨現在是次要敵人 對付主要敵人的方法是什麼 你不曉得最近蔡英文聲勢大長嗎 不 這個我們等一下想 你這裡好像有這麼一節嗎 我們等一下再講 你不要跳 我來賓不跳 你還在跳 對不對 我認為現在最好的戰略 王文威 你要聽好 你這個是國民黨的發言人 最好的戰略是 把讓柯文哲的氣焰 就是說壓下來 不要讓他超過到 我趕不過 但是也不要把他壓到說 他灰心喪志說我不敢了 你就要讓他就是說 還有一點點希望 他決定要選 他又決定要選了 你又不怕他 反正他選不上 最高境界在這裡 大佬提出一個最高的 一個戰略指導原則 我們先把戰略指導原則 擺在旁邊來看一下 因為剛剛談到一個核心的問題 就是誰有求於誰 大家已經可以感受到就是說 相信大家都有求於韓國瑜 這個前提是在這裡 因為韓國瑜如果要出來選 那就各方都也會針對韓國瑜 那麼也就是說 這個不是前提 因為他絕對不危險 不是 我還沒講完 他不會選 所以沒有前提 你的前提不成立 不是 你就讓我講完 因為這個是一個基本的態度 就是說如果韓國瑜會出來選 當然這假設 當然韓國瑜跟他們彼此之間 就成為一個競爭者 由於韓國瑜不會出來選的話 那就形成了 除了民進黨以外 其他人都要有求於韓國瑜 都要去爭取韓國瑜 對他的支持 這樣的一個餐會 其實對王金平確實有幫助 確實有幫助 因為這種很自然 而且大家聚在一起吃 而且吃得去飯很好 所以你覺得韓國瑜不應該去吃嗎 當然應該去吃 因為韓國瑜就是一個 如此重情的人 一個重情的人 我覺得這樣一個吃飯非常好 大家都知道 感覺韓國瑜跟王金平的感情 關係是更深的 跟吳敦義的這樣的一個會面 透過15個縣市 那麼最終有三個縣市請假 有三個縣市到最後都還沒等到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韓國瑜去了 我們再強調 因為15個縣市首長裡面 有6個縣市首長 有三個是請假了 有三個是一直等了很久 都沒有來 但是韓國瑜去了 這代表韓國瑜是守黨內的行政倫理 黨內的行政倫理 他還是去了 去的時候我們可以感受到 但是這個距離還是感受得很明白 就是說這個分寸有 那個距離還是有 所以吳敦義跟韓國瑜之間的關係裡面 很明顯的 吳敦義 韓國瑜似乎沒有像靠近 王金平那樣靠近吳敦義 我覺得這個對吳敦義來講 會是一個訊號 這個訊號也就是說 吳敦義還要再做更多的努力 也就是說你的努力還要再更多一點 如果朱立倫跟韓國瑜的見面 就變成是為了見面而見面 這樣一個情形的時候 對朱立倫就相當不利了 所以朱立倫現在苦惱的地方是 怎麼樣不是為了見面而見面 如果朱立倫要出來選 他有侯友宜的一個大力的支持 可是他還是需要 韓國瑜的一個政治性的態度 那這樣的情形下 對朱立倫來講他難度很高 對柯文哲來說現在怎麼辦 因為韓國瑜在這個之前 他擔任這個北農的總經理的時候 他跟柯文哲是長官部署的關係 那在這樣的一個去韓 就是推這個溫寧的過程裡面 柯文哲對於韓國瑜 確實也是力挺的 在這個力挺的過程裡面 韓國瑜也降低了 跟國民黨之間的關係 可是今天韓國瑜 已經成為高雄市的市長 身分不一樣了 他必須要考慮更多黨的立場了 已經不再是個人的情感的問題 他把黨的考慮的成分放到裡面了 而且這成分比重越重越高 越來越高的情形下 柯文哲要出來選總統 國民黨也要推出一個人來選總統 韓國瑜面臨一個非常難的一個抉擇 也就是說情感上的抉擇 跟他黨所屬的政黨 推出來的候選人的一個抉擇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韓國瑜在跟柯文哲的見面裡面 他的難度高是因為 他加了國民黨這個成分在裡面了 那麼之前兩個見面沒有問題 所以柯文哲跟他的太太 可以去雲林的家裡面 跟韓國瑜在那邊吃飯 而且他院子還玩得很愉快 連小狗的名字都知道 但是現在韓國瑜 不但是高雄市市長的身分 還是國民黨籍的高雄市市長 你覺得韓國瑜 應該跟柯文哲見面嗎 一定會見面 只是說要用什麼方式來見面 他們每個一代式行政院院會 都可以見面 對 但是因為行政院院會 見面的時候 他們還是沒有很多的一個交談 如果說特別的一個見面 其實就形成了 最終在選舉中韓國瑜 是不是會支持柯文哲 在總統的選舉 我想這個韓國瑜 可能不會做這個表態 不要打的 如果會太多了 應該會不會啊 пос lumence 還有一代表 加入我們 麻煩中和一代 reactions 的音樂 第1回合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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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